你还是回去尿酒去吧 你的肉好像糊了 让我看看你的牌 牌还不错 天王和天高酒 还真配你的天门 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 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 怎么样 你能赢吗 你把我的牌掀了 庄稼还没亮牌 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 老公子费心了 自己来 双帝 妈眉 好牌 不算最好的牌 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 你呢 妈人 好牌 的确是好牌 不过不如庄稼的双帝 别说了 姑娘这牌啊 确实不错 但是就是可惜 这只是我的小牌 至尊宝 这 至尊宝 都要撤到了 你怎么会没这样费啊 这什么运气 你该出什么事啊 怎么可能 难道真的是他 独驼们一辈子也难碰到 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人能配出至尊宝 至尊宝 好牌 屠大爷怎么如此惊讶 那个姑娘 她出千了 屠大爷看到了 我这是看到了 她这双手啊 无论如何 都得留在千金台喽 既然没看到 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 因为图案 她出千了 她坐在下面 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 可独大爷不是说 在千金台内 从来不会出现出千的情况吗 抓到的叫出千 抓不到的都叫实力 要不要看一看 你的肉口没烤好 你去看看你的酒尿不尿好 对 走 我来 屠大爷 怎么说 敢闻姑娘 遵信大明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叫做尹落霞 屠大 你说阿武玩是吧 我也以为是骗子嘛 这不是把你撬过来 艳艳成色吗 另外 你说得不冤 艳艳之 他很出名吗 他呀 是昔日赌王之女 那年 赌王在北梨的第三大赌坊 青州逍遥楼内 输给了男爵来的连儒猎 几十年的身家 被一朝喜空了 第二日 他的女儿便坐上了赌桌 连胜三局 重新夺回了赌王之位 那年 他才十岁 个子不够高 是坐在赌王的肩头上赌的 而是 原来是小笑王 在家记不如人 甘扮下风 咱们改天再赌过 赌就不必了 我过出事了吗 能在千金台出签 也是本事 过 考生已落侠 过出事 敢在这么短时间内 选择酿酒参加比赛 不是天才就是蠢才 希望你是前者 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 为什么她走之前 还得损我一卷 想你好的 她是她鼓励你 信你个鬼